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在人的国中掌权 所以你跟我所求的是 愿神的国荣中降临在台湾这块土地的里面 我想邀请每一个家人 我们持续为台湾来祝福 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丧胆 我们也不是在一个害怕的里面 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应神在台湾的旨意 在今天我想跟每一个家人来分享 在2024年里面 去年我们谈到是一个转折的一年 今年我们怎么样走进神的心意 今年在2024年 我必须要说这个震动会远禀于 2023年来得更大 所以你会发现好像一年一年 开始那个震动持续更大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回应神 甚至我们该怎么样 该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 好叫在震动的日子里面 让我们里面长出不能震动的国之外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可以为主而战 最重要的是当人心在惶惶 人心在无助 经济在震动的时候 我却能成为一个发放粮食的人 我却可以成为一个给予者 家人们 你跟我其实是最需要的是 来明白神的国度 所以在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年你要开始去思想 这是一个圣跟俗分别的一年 圣跟俗分别的一年意味的是什么 很多的日子 我到底要保留 还是我要献出去 甚至在这些挣扎的里面 我到底该怎么走 我怎么样开始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二四章四到八节里面 我们来读神的话 一二三来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是灾难的起头 家们 在这几节的经文 你跟我在这个家里面 我们并不陌生 我必须要说从COVID开始 其实好像整个列国面临到一些的挑战 甚至在今年的一开始 我们可以知道日本这个国家 每天都有事发生 包括到昨天到今天 日本都还有事情在发生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样一个震动的环境里面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 我们会要谨慎 因为有人要来迷惑我们 跟我一起说迷惑 迷惑 跟我一起说迷惑 迷惑 家们 后面讲到说 这个迷惑是因为什么 有一些人来冒神的名字 说他是基督 他要迷惑许多人 在上周 其实牧师在跟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甚至周遭的环境里面 有很多New Age 意味着是什么 他在讲到一个 生命成长的动力 你怎么样开始进入 甚至开始回到那个医治 甚至那个医治的源头 到底是谁 我们都不明白 我也要说 在圣经里面讲到 未来会有一个人大显神迹 这个人大显神迹的时候 意味的是 你有病的问题 来找他为你祷告 并立刻就得着医治 甚至你在财务里面 有缺乏的 你开始来找这个人 他为你祷告的时候 你回到你的家中 就立刻见着神迹 有多少人 你想要来认识这样的人 有多少人 你想要来跟随这样的人的 请举一下手来 举高一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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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敢举了 都会看看一看 有举手的拍拍他的肩膀 告诉他说 请等一下 亲爱的 我必须要说 你一定要留意 接下来会有人大显神迹的时刻 你一定要开始去问一问 他背后的是谁 我也要告诉你 很多人会跟随着神迹其事 却忘记行神迹的那一位 你跟我是要回到那个神迹的那一位 来明白他的心意 你一定要留意 这个迷惑是什么 很多的日子里面 神是独一的真神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甚至在未来的里面 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有人开始呢 有宗教开始在起来 提倡一件事情就是 世界的和平 开始进入到一个重整 进入到一个世界的重整的里面 甚至我们不再分彼此 我们只要谈爱就好了 教会里面也不需要再谈呢 你是哪一个教会 你是哪一个教派 我们只要爱就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教会 你要不要加入呢 如果要加入的 请举一下手来 第二堂感觉有比较清醒一点 旁边有举手的拍拍 告诉他说 小心 要留意啊 你跟我信仰的根基 回到神的爱里面 这一份爱到底是什么 你的源头是什么 你需要开始去思想 明白神的真理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当我们开始进入到 这样一个迷惑的开始的时候 后面讲到什么 开始呢 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神告诉我们不要惊慌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不要惊慌 不要惊慌 因为神告诉我们说 这些事情是有的 只是默契还没有到 当我们开始 面临到这些震动的时候 有震动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开始 挪走我们里面的惧怕 甚至我也要告诉你 你知道在这一个选举里面 会带下的是一个分裂的开始 在这个分裂的里面 我们怎么样开始 回应神的国度 除非你跟我 常常回到神的面前 长出这个不能震动的国 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家人们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民攻打民 国攻打国 有饥荒有地震 这些都是灾难的开始 当我们在面见 这样的一个起头 这样一个灾难的 开始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耶稣没有把话语 就停在这里了 告诉我们说什么 好像面临到这些震动之外 家人们 我也必须要告诉你 刚刚回到四到八节 这个迷惑 不只是我所讲的这些 你要知道 接下来AI的世界 甚至在VR的世界里面 你知道 现今有很多青年人 开始进入到一个 不管是我们讲到的 亡影的里面 甚至很多人 进入到虚拟世界里面 开始被性侵之外 开始在一个心灵 受创的里面 走不出来 所以这些都在一个世界的 对我而言 我必须要说 这个灵界越来越混乱 但我们到底该怎么样 回应神的心意 所以耶稣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震动 震动而已 祂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起来预备 跟我说预备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要预备 要预备 你要预备什么 在马太福音25章 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国 讲到十个 十个童女 意味的是五个童女 其实是打懒的 五个童女 开始是预备灯油的 这个灯油预备的 预表的就是 其实她开始在预备的是 与神的同行 预备的是什么 是圣灵在圣灵的引导 圣灵在预备灯油的里面 也预表的是什么 常常回到神的面前 忠心的侍奉 所以家儿们 神也告诉我们 当我们要学习 像这五个童女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 再回来的日子里面 这里在25章 第十三节讲到 她说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这里在告诉我们是说 当这个主人 这一个家的主人 回来的时候 这十个童女里面 有五个童女是预备好 来迎接主人的 有五个童女是 那个灯里面是没有油的 所以神是要我们预备 预备预表的是什么 我们要起来敬畏 一个人可以常常 在圣灵的当中 圣跟属 开始可以分别出来的时候 你的眼界 你的眼光 开始可以被 upgrade的时候 我必须要说 这就是预备 在今年 神把一个字 放在我的里面 就是敬畏 你跟我 需要在震动的日子 我们需要开始来 预备我们的生命 要长出敬畏神的心智 当我们开始 长出敬畏神的心智的时候 家儿们我也要告诉你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敬畏耶和华 什么好处都不缺 一个人开始起来敬畏的时候 神将一切生命的道 开始持续地向我们显明出来 今天早上我要就着在旧约里面 其实我们学习的这一位信心之父 就是亚伯拉罕 在他生命当中来到最精彩的 信心的一个最高峰的时候 神要他做一件事情 神要他做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在创世纪22章1到18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计 亚伯拉罕清晨起来 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 和他儿子以撒 也披好了凡计的柴 就起身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举目 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凡计的柴 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 火与柴都有了 但凡计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 他凡计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竹坛 把柴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 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只公羊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 献为凡计 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 起名叫 耶和华以乐 直到今日 还有人说 在耶和华的身上 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 第二次从天上呼叫 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 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心 海里的沙 你子孙 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家儿们 相信有很多人 你听过 亚伯拉罕 在摩利亚山上 到底在做一些什么 在这件事情的里面 你有多少人 你听过 在这样一个故事的里面 请举一下手来 举高点来 举高点来 拍拍他们的肩膀 告诉他说 小心老油味 今天我要就着不同的一个旅程当中 我们要来学习一件事情 亚伯拉罕在献他的儿子 最爱的儿子 心中最爱的那一个的时候 到底神在对我们的心说什么 家儿们 将儿子以撒献给神 这个旅程 我必须要说 证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 甚至信心里面 来到一个最高峰的时候 那这样的一个旅程 亚伯拉罕献以撒 如果我们进入到一个 一个新约的旅程 也预表一件事情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谁 赐给他们 也就是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有生 所以这一位父 将他的爱子 献在十字架上 意味的是什么 家儿们为了得着 为了换回 为了有一个复活的气息 临到你我的生命当中 所以今天 在这个献以撒为继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在这个故事的背后 其实常常会牢记一段话语 就是耶和华以乐 所以我们常常会拿着 耶和华以乐 这个耶和华必然供应 他是一个供应者 这样的一件 一句话 常常我们一起来祝福 起来祝福这些缺乏的人 但是家儿们 今天当我们谈到 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说 刚刚我们所读的 这几节经文里面 神的使者 对亚伯拉罕说 他是个敬畏神的人 你跟我在这一段 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期待 我期待我们这个家 一起来学习 在2024年 我们怎么样长出 敬畏耶和华的态度 敬畏耶和华的心智 特别在亚伯拉罕 在这个生命的 线上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三个 很主要的关键的时间 我们需要来学习 当我们怎么样敬畏他 怎么样来敬畏他 所以家儿们 家儿们 你可以看到 其实呢 不管是呢 一开始讲到 这事以后 神要试炼亚伯拉罕 甚至到后来 神的试验 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什么 看见 看见亚伯拉罕 神在他的生命当中 到底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家儿们 神把亚伯拉罕 献上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来 要来试验亚伯拉罕 是不是敬畏神 你跟我的生命 是会面临到试验的 就在雅各书里面 讲到试炼跟试探里面 只是一瞬之间而已 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 换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圣灵跟情欲的相争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我们常常会接受到 这样的挑战 当我们在今年的挑战 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圣跟俗的旅程当中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心 分别出来 选择神的道路 家儿们 这是需要练习的 你跟我的心 是需要练习的 你跟我的生命的旅程当中 是需要起来操练敬前的 所以当神试炼 当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 是不是敬畏他的时候 家儿们 敬畏这个字 在原文里面有两个含义 很多时刻 第一个含义 原文里面讲到fear 我们会怕神 是因为什么 他有公义的属性 但在这个公义的属性 很多时刻 你会发现 好像神很严厉 当我们犯错的时候 他就把我们打死了 看旧约就是这样 有很多人就说 你的神好什么 好残忍 但我必须要说 当神要我们敬畏他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他是个烈火 这一件事情是要来炼净 要来烧着我们生命一切的灰尘 所以烧掉我们生命里面 不属神的一切的心意 第二个含义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害怕是什么 fear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爱他 被神爱 爱到一个程度 我舍不得我的神难过 以至于我愿意在任何的患难 在任何的风浪里面 我愿意什么 先站立来选择分别为圣 来选择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来看 在这几节经文里面 神在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敬畏神 甚至神如果要查验 亚伯拉罕怎么敬畏他 我们怎么样来看见 家人们 你要知道 你的敬畏 跟神的敬畏 不太一样 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的敬畏是什么 靠着我们一切宗教的外衣 那个宗教的外衣是什么 就像法利赛人一样 他们会把经文 开始什么 开始佩戴起来 甚至会开始制作在他的衣服上面 甚至有很多在人面前的一个敬虔 甚至你会发现 那个祷告是在众人面前 要让人知道 我是那一个什么 我是那一个虔诚者 我是那一个敬畏者 所以这些种种都不是神在预表 神在告诉我们的敬畏 所以家人们 你要知道 当神耶稣来 不是跟我们搞宗教 他来是要夺回我们的心 当你跟我更多的明白 神的心意的时候 家人们 家人们 敬畏这个字 自自然然 其实就放在我们的里面 然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不是因为你穿着什么 不是因为你的言语 你的仪式 你观看亚伯拉罕 怎么敬畏神 接下来这三个阶段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是用他的行动 来回应神的心意 以至于当他跨出去的时候 在耶和华的圣山 他就看见神怎么样预备 所以 家人们 一个人是否敬畏神 其实是需要经过试验的 我们没有办法说 神啊 你把敬畏耶和华的灵赐给我 我就开始敬畏神 你需要在生活当中 凡是细节的里面 开始留意 留意这一位神 怎么带着你做选择 以至于呢 我必须要说 没有经历过试验的 试验的人 试验的心 我必须告诉你 在震动的日子里面 我们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 一个人 如果说他胆子大 我也要告诉你 他必须要被考验过 才能说他胆子大 但我告诉你 我是胆子很小的 所以 你跟我是需要在一个 被练习 被训练的过程当中 所以 一个人 怎么样走进一个 敬畏的里面 必须要经历过试验 必须经历过查验 必须经历过神的考试 所以我们来看 到底亚伯拉罕 怎么样走进 神的试验的里面 我们一开始来看 第一第二节讲到 这事以后 跟我一说这事以后 这事以后 姐儿们 这事以后 预表的是什么 二十二章的一开始 讲到这事以后 在回应 二十一节 亚伯拉罕 正式面临到的 几件大事 一个就是 亚伯拉罕 在年纪大的时候 在耶和华 预定的时间 让他的妻子 在九十岁的时候 撒拉开始怀孕 怀孕呢 甚至给起名叫以撒 以撒呢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 讲到就是嬉笑 所以亚伯拉罕 在经历过 你要想想看 一百岁的时候 生出一个小baby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乐得不得了 你要想想看 我里面盼盼盼了一百年 终于有了 有了 来了 来了 但问题来了 你知道当呢 开始他里面 那个期待的时候 家尔门 家尔门我们来看 他呢 开始呢 在经历这个多年 神让他在一百岁 开始获得这个以撒 获得这个儿子 也就是神行神迹 让亚伯拉罕 开始去经历 所以你要知道 老来得子的亚伯拉罕 其实当他得着 这个儿子的时候 他是备伴宴席的 甚至呢 就在这个孩子 要断奶的同时 你要知道 家尔门 亚伯拉罕 有另外一个儿子 叫以什玛利 这个以什玛利呢 因为什么 开始戏笑 开始呢 戏笑 甚至呢 跟以撒之间的 一个关系 开始被赶出家门 我也必须要说 最终你要知道 以什玛利是呢 亚伯拉罕的妾生的 来眼睛看我 现今我们在谈 在谈以色列 跟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 那个没有办法 合一的一个根源性 就在这一个家 发生出来的 所以 以撒 以什玛利 都是什么 亚伯拉罕的后代 但一个是什么 神应许的 从以撒的后裔里面 是代应许的 那以什玛利呢 他就是妾所生的 所以我们来看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 开始产生了分裂 开始产生了不容易的时刻 亚伯拉罕的心怎么样 我必须要说是痛苦的 一个父亲的心 看到孩子里面 不和睦的时候 我必须要说 父母的心是痛到一个没有办法 所以家人们 亚伯拉罕在跟 跟以什玛利相处的 这14年多的日子里面 也就是在亚伯拉罕 你要知道 在那个环境里面 开始呢 把他以什玛利赶出去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刻 亚伯拉罕心中是愁苦的 但有一件事情来了 跟我一起说又来了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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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亚伯拉罕而言 这一件事情才结束而已 又来了 下一件事情是什么 下一件事情是什么 在第二节 第二节 下一件事情 神的话语怎么说 他说呢 你带着你的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跟我说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 你所爱的 家人们 你有没有发现 神的试验 是一次一次来 他要什么 要呢 亚伯拉罕在情感里面 已经失去一个了 现在他还要他什么 交出来 还要他献上 那我要问你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就在这个时刻 第一个反应 你会怎样 你看马上就讲 听错了 谢谢再联络 甚至什么 当有这样的一个吩咐 一个感动来的时候 喂喂喂 有声音吗 有杂讯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人啊 人啊 你要知道 亚伯拉罕就在经历 这个旅程的当中 有一个信心的upgrade 有一个呢 开始呢 怎么样敬畏他 家里面 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现 当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开始听了 第三节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他开始去做了 所以听了就去做了 当这个吩咐一灵道的时候 听了 他就去做了 家里面 我必须告诉你 你要经历到神的预备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神的吩咐一灵道 听了 你就去做了 你开始就会走进神的蒙福之道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开始就会怀疑 我们可能就在这里会讲 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 是因为他听见神的声音 我又听不到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你不要有借口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因为有圣经 神的吩咐 神所有的应许都在神的话里面 当你跟我 当神的心意 神的话语一灵道的时候 很多时刻 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这颗心 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的是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他听了 他就服下来了 听了就去做的 在他的生命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无助 但我必须要说 对亚伯拉罕而言 就在这个时刻 他听了就顺服去做 家尔们 家尔们 我真的要说很难 真实的敬畏 其实是一个绝对顺服的开始 当我们说我们可以敬畏他的时候 我们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去做 你想想看 光夫妻吵个架 如果圣灵感动 你要去跟先生求和睦的时候 你当怎么行 现在都没有人敢讲话 你里面开始就会觉得再等等 再等等 在去年 其实我就告诉你 去年我们在主日 我分享了一个道 意味着就是什么 我们这些属神的人 可以从神领受到神的心意 神说话的方式 有这几种 有神的话 有里面的意念 有直接的感动 甚至可能神让你做了一些梦 这些都要经历过查验 举凡什么样的事情 不需要查验 就是你去寻求和睦 关于方向性的问题 一定要经历查验 所以我也要告诉你 当神的吩咐一临到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开始去做 家尔们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神的话语一临到 我们这里是为父为母的 请举一下手来 举高一点来 手放下来 神的吩咐临到你们 祂要你把你的小孩 把你的小孩献上 意味的是 今天如果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神要你的孩子去非洲呢 你看 我们的幼马上 是难的 是难的 所以如果神要你 开始你的孩子 神要用呢 马上有人 你会发现 很多的时刻 我们很容易讲 但我们的行为能力 是难的 家尔们 我要告诉你 听了就去从的人 这个人是有福的 我们来看 在你我的生活的里面 你会发现 当我们还小的时候 我们对父母 其实是敬重的 甚至随着年纪 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有 叛逆的问题的 当父母在讲话的时候 我开始里面就会想 为什么要听你的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 所以许多呢 神的儿女在重生之后 对神充满的敬慧 甚至一开始 对神充满的渴慧 曾几何时 来 在我们这个家 超过半年的 请举一下手来 举高一点来 半年的 拍拍他们的肩膀 告诉他说 小心老油味 你要知道随着什么 我们认识神 越来越多的时刻 我们对顺服神的话语 这件事情 我们是大打折扣的 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你要知道 反而越单纯的顺服 对我们而言是难的 凡是我们要回到 这合不合逻辑 这合不合理 家人们 亚伯拉罕 听了就去重的 他没有在想 神啊 你在开什么玩笑 怎么可能 我已经失去一个孩子了 你还要我失去 这一个孩子吗 所以当呢 亚伯拉罕 在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旅程 神说他敬畏他 家人们 我真的告诉你 其实你会发现 亚伯拉罕对于合理不合理 这件事情 没有长在他的生命当中 你跟我的生命的 顺服的旅程当中 我们常常会回到 合理跟不合理 我真的要告诉你 在2024年 这震动的一年当中 你会面临到一些 好像神带着你 走一条不合理的路 在这一条不合理的路里面 你愿不愿意按着神 听了神的吩咐 明白神的话语之后 你就开始去行 对我们而言 亚伯拉罕把他的 亲爱的孩子 要献上这件事情 献上梵祭 梵祭的意思就是什么 他把他的孩子 就焦垫在火里面了 梵祭是需要 由火来烧的 意味着献祭是什么 主权的转换 这个孩子是归神的了 所以你会发现 就在这些日子里面 家人们 神在2024年 持续会制作 我们是不是愿意 回到神的话语的吩咐 顺服在神话语的里面 甚至我也要鼓励 在我们当中 你要知道 其实很多时刻 当我们心里 开始低估的时候 你里面一定会开始 对于神 摆在你里面的感动 一定会大打折扣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当我们在面对到 这些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世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 我们都接受了 对于真理里面 我们很难 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时候 我们就接受了 但很多时刻 我也要鼓励 每一个家人们 你需要开始 花时间 来学习 听了 就顺服去做 以至于 在生命的关键里面 神的吩咐 神把下一个旅程 要显出来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明白 神的心意 Amen Amen 我也要鼓励你 人呢 因为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 我也要告诉你 我们会失去神的恩典 但很多时刻 我们又要责怪神 又要觉得神不祝福我们 但我们就会开始觉得 神你这样合不合理 当我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受伤了 当我们在财务的里面被骗了 当我们很忠心良善了 在这家公司里面殷勤的服事 怎么会面临到这样不合理的事情 家人 我要告诉你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 我要问你 我要鼓励你 不要在这里一直去询问 到底是为什么 最重要的是 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去问说 到底为什么合不合理 我要鼓励你 你要回到你里面 到底你有没有听从神的话语 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这个旅程当中 没有在一个合理跟不合理里面 他就顺服地去做 家人们 这是一个真实的敬畏 就是一个真实的敬畏 很多时刻 我们生命的旅程卡关 就卡在第一关了 为什么我忠心地做 却是让我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 特别在去年转折的一年的当中 我们很多人面临到转折的时刻 我们怎么开始来回应 甚至在今年我们在学习 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的时候 家人们 我们是不是可以真实地花一点时间 来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美好的制作 而不是纠结到这些人 这些人 这些人 有很多人来不来到我们这个家 是取决于 取决于什么 我真的告诉你 我们台上的这一群人 到底做得怎么样 来眼睛看我 告诉你走过旁边的 看人你一定会失望 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真是知道来到神这个家 来到101这个家 你寻找的是这一位神 Amen Amen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听了就去做 听了就去做 你就会开始经历到 在耶和华的圣山必有预备 第二个 我们来看 当亚伯拉罕听见的时候 甚至他清早起来的时候 背上驴 带着这两个仆人跟儿子以上 甚至披好的凡记的财 开始就起身往神 指示他的地方去 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 他说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 看见那地方 后来亚伯拉罕就对这个仆人说什么 你们再跟驴在这里等就好了 第五节他说什么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拜 就会回到你们这里来 第五节在原文里面 我必须要说 第五节原文里面 他是这么说的 他不是说 他讲到的就是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呢 我呢 跟以撒 我的儿子会再一次回来 可是在中文里面 我们看不清楚 到底是以撒 是亚伯拉罕自己回来 还是以撒会回来 我要告诉你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 其实有一个绝对的信任 当你跟我在走这一条 向来没有人走过的路 我只知道前面有困难 我只知道我面见 我前面呢 好像要开始将我最心爱的 献上的时候 我有没有一个持续的信任 相信神会持续成为我的帮助 所以当我们在走 2024年这个震动 比过去更大的时刻 家里面 天灾不断的时刻 我们到底为 到底要怎么样可以 可以刚强站立 我们看 观看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在这样的一个献祭的旅程 他说第三天 各位说第三天 第三天 来眼睛看我 久不久 久 这第三天 你要想想看 亚伯拉罕 他要把他最心爱的孩子 在摩利亚山上 把他献上 你要知道 要把他献出去 甚至是放火 把他烧了 把他献 把他给神 对亚伯拉罕的心 是什么 是煎熬的 就如同我刚刚问 每一个为父为母的 如果神要用你的孩子 神要把你的孩子 交出来呢 有多少人你会说 你有事吗 有多少人你会说什么 好 神我答应你 就去吧 No No 我真的告诉你 在我侍奉神的 这几年来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其实被神呼召 要出来全时间的传道人 我告诉你 甚至他的父母 都是敬畏神的人 但很特别的是 就是要出来成为 传道人的这一关 就会开始跟孩子说 你听错了 你知道我常常就会去看 就会去找这个父母 去问他说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牧师你不知道 当牧师啊 这年头难当啊 又很苦啊 我说你有看我很苦吗 家人们 合理不合理 对于我们前面的道路 有没有丰盛 富足 都是我们在走这一条 向来没有走过的路的 在前面里面 我们衡量的标准 人如果在合理不合理 在衡量的里面 就会失去经历神的大能 因为你还在掌握在你的手中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其实呢 开始在这里 在这里走这第三天的时候 那个旅程是难的 他们走了三天的旅程 在这三天的路程当中 亚伯拉罕的心灵 是需要考验的 有多少人 你在走这一条 好像呢 你现在面临到困境的时候 在走这一条 你感觉到漫漫长夜 甚至你一直在跟神说 神啊 可不可以快一点 你为什么我该做的都做了 可不可以快一点 我告诉你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心啊 第三天看起来 好像很短很简单 但我必须告诉你 在震动的日子里面 你会感受到日子的艰难 你会感受到你里面的痛苦 你会开始进入到 一个怀疑人生的日子 所以亚伯拉罕 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你要知道为什么他 为什么 其实他不让两个仆人 跟着 你会发现呢 当他一开始的时候 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呢 亚伯拉罕为什么 没有去跟他的妻子讨论 但我必须告诉你 我明白亚伯拉罕的心智 当你里面开始呢 要把心爱的 甚至这是全家的宝 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沙拉 你是他的妻子 他来跟你分享说呢 神要把我们的孩子 交出去 要献上了 你会同意吗 我告诉你 做妻子的一定会开始抓狂 破口大骂 你有事哦 我90岁才生呢 你以为我还可以生吗 你会开始在这一个旅程当中啊 家人们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亚伯拉罕在这三天的里面 神的试验是什么 是信任 你在走这一条旅程当中 你难熬的时候 你还相信他吗 你当神要你开始持续的 线上的时候 你还可以持续的交出去吗 所以你会发现 当亚伯拉罕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 我必须要说这一段路 对亚伯拉罕 它是个苦路 就如同什么 这是一条不好走的路 就如同耶稣告诉门徒 常常告诉门徒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来读神的话 来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家人们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要走生命的道路里面 是难的 为什么 因为神在这样的一个旅程 震动的旅程当中 要我们进出的是窄门 为什么 告诉你走到旁边 因为太胖 我们生命的旅程 生命太胖了 我们需要瘦身 所以在这样一个旅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相信神 美好的制作 当我们没有办法 在走这三天的 煎熬的旅程当中 我还相信神 你真实的一定会做 我必须告诉你 这有很难的 我生命的旅程当中 一直开始被神训练的时候 我真的告诉你 常常怀疑人生 信任 若没有在小事里面 常常去经历神 我真的告诉你 大事来临的时候 你的心是烦躁的 你里面会进入到一个 好像你自己想自己对 进入到一个猜疑的里面 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家们 特别在2024年 我要鼓励你 神要带领着我们生命 在训练我们 试验我们 是一个窄门的训练 甚至当我们进入到 一个永生的时候 我们站在这个永生的盼望里面 我们相信这一位神 他不偏待我们 我们相信 他有慈爱 他有信实 一定会临到 所以 家们 你会发现 其实 当亚伯拉罕 其实 持续的相信 没有拒绝神 甚至 开始来执行 神要他所做的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来看 在行走在这一条路上的时候 亚伯拉罕的信念系统是什么 他到底在相信什么 以至于他可以相信 他持续有能力往前走 我们先来读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七到十九节 我们来读神的话 来 亚伯拉罕 因者信 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 曾有人话说 从以撒生的 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神 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 得回他的儿子来 姐儿们 我们从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 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在走这三天的旅程当中 他有一个相信 这个相信是什么 他相信什么 亚伯拉罕他说呢 他说呢 他相信 他欢喜领受应许 这是一个敬畏的态度 你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 你是不是情愿 愿意相信 神其实事情没有做完 即便你现在落入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你开始选择不埋怨人了 你开始选择来依靠他的时刻 姐儿们 你真实有没有一个情愿 还是你真实在一个 每天都过着低估跟埋怨的生活 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一个信心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一个甘心乐意 他相信神的应许会持续的临到 特别有一件事情呢 有一个真理是放在他的里面的 他相信什么 相信什么 这一位神会使 即便以撒被陷上了 被烧死了 这一位神都可以将他从死里复活 你真的相信我们的神 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吗 你真的相信神会解决你一切的难处吗 你真的相信在走这一段震动的日子里面 你真实会看你真实知道 有一位神他与你同在吗 我告诉你很多日子里面 我们是觉得你眼瞎耳容 你根本不在 甚至你看着这些妇女的人 越来越越喜乐的时候 你心里就越来越不是滋味 来眼睛看我看我 家们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会在这个时刻里面 不信任神 我们就是会在这个时刻里面 拦阻了我们持续往前的日子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当在这些不容易的里面 不容易的里面 你需要持续的线上 交出你里面的情感 你会发现 为什么呢 其实神借着 借着让我们可以祷告 其实可以说出我们里面 向神述说我们心中的苦楚 意味着是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 神的心意里面 怎么说呢 意味着是当你跟神祷告的时候 是把你的心对人事物一切的感受 一切你的情绪情感 释放在神的面前的日子里面 家们我真的告诉你 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 今年你会有很多被冒犯的事情 你会有很多的人讲话 会一直得罪你 会比过去还更高 你怎么样来面见你的生命 你真的相信他 神为你预备的人事物 都是要来训练你吗 都是要试炼你 可不可以长出这敬畏呢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我们常因为对神的信任不够的时候 我们就会失去经历神的机会 因为我们不会长出那个信任的行动 我们也很难 渐渐的会对神建立那个信心 家们我要告诉你 所谓信任这件事情 你信任一个人 你会完全的相信他所说的 你不会有恶心 怀疑原文里面讲到就是一分为二 当你一分为二的时候 就是不信 所以信任这件事情 是在凡事上面在行走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的分歧 我只有相信神必做成奇妙的工作 家们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真实的信任 你是对人的信任 你是真实对那个人的一个人格也好 对这个人的行事为人的作风 是表达一个敬重跟尊重 但我也相信 我真的告诉你信任是什么 我相信你说你是好的 就是好的 持续我们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 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他的信念是什么 他里面长出对神一个绝对 有一个信念系统的制作 就是他所信的神 可以叫他实力复活 我要鼓励你 这是你跟我要扎根在我们的心坎里 即便你现在面临到你极大的难处 你心中神还是依然要向你献以撒 把你的以撒 心中的这个小以撒献出去 当你越献的时候 你真是知道有一个实力复活的大能 会在你生命当中发生 家人们 第三个 我要告诉你 在走这个旅程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 亚伯拉罕走完第三天之后 到达那一个献祭的地方的时候 他开始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财 把他的儿子绑起来 就在这个时刻里面 他的儿子突然警觉说 原来你要烧的人 这个人是我 如果你是以撒 你会怎样 我告诉你 你一定破口大骂 你一定会开始 爸爸 你有事吗 你是不是走火入魔 家人们 以撒 有以撒生命 神美好的制作 但我今天不告诉你 不往以撒这个生命来谈 我今天要谈一件事情是 你会发现 亚伯拉罕就是尽情的 一直去信任 一直的去跨越 一直的去做 他没有在问什么 没有在问整个结果会如何 他只知道一件事情 神 神 有奇妙的作为 我们来看 我们往下来看 你会发现呢 其实亚伯拉罕开始 以撒开始觉得不对劲的时候 他开始在问他爸爸说 这个祭 到底谁是 谁是这个祭物的时候 你知道 他的父亲在第八节 怎么回答 回答以撒吗 我必须要说 这是整整节的一个核心 一个中心 你也就是一个信心的开始 一个信心的发生 他说亚伯拉罕说 我儿 神必自己 预备做凡祭的羊羔 于是二人就同行 跟我一起说神必自己预备 神必自己预备 来来来 你跟我在走一些旅程 不容易的时候 你有没有观看 神必自己预备 预备有一些天使 都在你的生命当中 当你在面见困难的时候 在走这条信任的时候 神都有预备天使 一直要把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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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回到哪里 神的心意里面 神的轨道里面 所以 家尔们 家尔们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亚伯拉罕在这里 其实对以撒回答的问题 这表明的是什么 亚伯拉罕对这一位神 有一个交托了 他真实有一个信靠 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 家尔们 在你我的生命里面 你要知道很多时刻 当亚伯拉罕对以撒 他这么说的时候 意味着有一件事情 他的信念是什么 他相信 神 你在一百岁 给我这个孩子的时候 这个生于你 也归于你 赏赐是耶和华 收取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应当承受的 在约伯纪里面所说的 所以 亚伯拉罕的信任是什么 在这个旅程当中 他相信 我所有的都是神给的 我今天只不过把这一个 这一个你所 我所爱的 我心中的这一块 你要我献上 我就真实的献上 但我们的问题是 这太难了 家尔们 很多时刻 你要知道献上 当神感动我们 开始要去给予的时候 特别在奉献的过程当中 我最记得的是 神在训练我 在试验我 在金钱方面 特别在给予的里面 你知道我常常是 面临到一个极大的挣扎 我偷偷告诉你们 我还没信耶稣的时候 我走在路上 有一个人突然跑来 跟我讲说 先生 你看起来很小气 喜贤哥还跟我说真的 你知道我气翻了 我心想你会不会说话 而且他还要拉我进去 他的店里面买东西 谁要买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当要给予这件事情 当你呢 神把一个 一个极大的 让你会痛的 一个数字进来的时候 你要不要做 而且正值在你 不容易的时刻 我最记得是 在我被骗的那四年多当中 神在财务的训练 就是让我在没有的时候 一直要去给予 我常常跟神说 可不可以现在都不要讲话 我自己都要饿肚子了 我还要一直给出去 家人们 我们在这旅程 敬畏神里面 我们常常忘记 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的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一个持续信靠的 交托信靠的行制 甚至当亚伯拉罕 开始要下手的时候 神的使者来了 神的使者来了 来告诉亚伯拉罕 你要停 你不行 甚至后面 神的使者 开始告诉亚伯拉罕说 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 我请敬拜团队上来 家人们 我要鼓励你 在这个旅程当中 神会一直要你 献出你心中的以撒 你里面 在这个旅程当中 当你开始去献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经历到 经历到耶和华以乐 原文里面讲到 在耶和华的圣山 他都看见 他都供应 神的供应这件事情 神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 我必须要告诉你 这是很简单的事 但最重要的是 在生命的魔朔的当中 在几个你关键时期的选择 就非常重要了 家人们我要鼓励你 不要一直在过去的 一个生命的灰尘 意味的是什么 不要活在2023年 所带下的灰尘里面 进入到2024年 当震动来临的时刻 我们活出新的样式 我要鼓励你 亚伯拉罕之所以 开始可以领受 领受神的预备 开始可以持续的 去经历到神 我要告诉你 是因为他里面 有一个绝对的信任 他长出一个什么 一个听了就从的心 甚至开始有一个 绝对的相信 信任神 在凡事各样上 他必做成他奇妙的工作 甚至这一路上 你会发现 他不是看着结果 乃是他一直献 一直交出去 一直有一个信靠 在他的里面 家人们 我也要鼓励你 亚伯拉罕看到的结果 好不好 我必须告诉你 原是不好的 他里面会有挣扎 会有害怕 但他在这个旅程当中 就是绝对的 一直交托 一直相信 无论结果是什么 他绝对的交托给神 他相信神的旨意 是好的 不管昨天的选举是如何 我要告诉你 你要相信 台湾是属于耶稣的 你要相信神在台湾 绝对的掌权 你要相信神在台湾 正在带领着我们 持续的相信他 信任他 以至于有一个交托 跟信靠 让我们在这地的百姓里面 为神的国度 成为光成为严 我要鼓励你 今天早上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亚伯拉罕献以撒 你会发现 他有层层的试验 他面临到极大的考验 你有极大的挣扎 你会有挣扎 告诉你走过旁边的 是正常的 你如果没有挣扎 就有问题了 当你在这些挣扎的时候 你要选择是谁 我鼓励你 这是圣跟属 分别出来的一年 神渴望将这地的百姓 归耶和华为圣 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有一个极大的喜乐 要充满在你我的里面 我们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 我鼓励每一个家人 你里面心中 有没有所紧抓的 你心中有没有所爱的 今天早上 我不能说 神一定会要你献以撒 但我只是告诉你 你生命的旅程当中 一定会来到 献以撒这个旅程 你愿不愿意交托 你愿不愿意 有一个真实的信号 而不是在一个 自己自我的挣扎里面 乃是我相信 我的神 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我的神 必将这属天极大的恩典 恩宠都领到我们身上 我提一下 我可以接下来 这个东西 就是我 亲自你 你听起来 我可以接下来 你肯定好 我可以接下来 你会接下来 你哪里